本视频会在评论区里随机出许一名幸运观众 送出周朗的神功将士的CDK 听说三连会增加重要机率哦 恭喜这位粉丝喜提RPG的海石蜃楼 大家信心念念的灵狐狙也是终于返场了 但是有很多粉丝都跟我说不知道白虎和灵狐哪个好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鉴赏一下两个皮肤如何吧 首先敬场的是灵狐狙枪身主打东方神社风格 枪身的两侧还有一排鬼火十分的霸气 这里还带有奇怪的符纹 让整个枪的神秘感和颜值得到升华 再来看看白虎鞠 作为第一把粘线橙色皮颜值也是没得说 映入眼帘的就是有压迫感的虎头 瞄准身上也有白虎的利爪 第一印象的手感就是枪管很长 颜值方面我更喜欢灵狐狐一些 首先两款橙色皮都是圆皮开镜 我们重点看一下开镜的手感 灵狐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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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狐� 完胜 首先是联虎局二杀之后身上的鬼火更亮了 厮杀后秒准镜的灯亮了 六杀后枪头枪身秒准镜的颜色变成黄色了 再来看看白虎局二杀之后枪身开始发出蓝光 厮杀之后枪身围绕着蓝雾 六杀后蓝雾变得更明显 虎眼镜也更亮 秒准镜也变成紫色了 击杀特效方面白虎剩 首先是联虎局的枪身 低神且神秘 枪焰也变成蓝色 给人一种不知名的安全感 白虎局的枪身更清脆一些 千雅也是蓝色 只不过比联虎局更明显一点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的三联是有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